今天是3月的最後一天 除了第一季結束之外 台北也還不錯 在今天大漲了147點 創下收盤價的歷史新高 而與此同時 00940之亂 這個00940之亂 預期 就市場上預期 應該也會在今天畫下句點 因為下個禮拜一就要掛牌了 可是很顯然的 這一波沒有任何人吃到豆腐 對吧 沒有任何人吃到豆腐 可是經過我很認真的去研究 00940相關的投信 外資以及市場籌碼 我猛然發現 獲利的機會 竟然是下週才開始 大家好 我是林玉凱 剛剛講到00940之RUN 照理說今天應該都要結束 因為今天是投信建倉的最後一天 對吧 下週就掛牌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咱們先來高歌一曲 我們先唱什麼 現在大家都準備要跟00940這個議題 say goodbye 前面對不對 從3月18號建倉以來 前前後後 淤淤灰灰灰 買在什麼地方 全部都賠錢 今天雖然盤中有拉高 所以我還是殺下去嘛 可是夠不夠 今天拉高的夠不夠 顯然也不夠 那到了今天 大家都準備跟他say goodbye了 大部分的人也趁著今天盤中 我相信都是趁著這個拉高 小胚出場了 我覺得人之常情 因為依照各大財經節目給你的資訊 最好賺的時間點就是3月18號 建倉啟動到今天的這個時間 建倉的這段期間 對吧 可是我必須講 這一次的狀況真的很特殊 真的很特殊 今天節目你一定要轉型聽 好不好 因為有點複雜 其實關於這一次這個1750億買盤 可是成分股卻漲不動的這件事情 市場上有很多陰謀論 有很多陰謀論 可是以我的觀察 我比較認同是賣盤過大的問題 不是沒有買盤 是賣盤過大的問題 就像我講的嘛 這個大家都會吃豆腐 對不對 從主力大戶 到基金經營人 到這個每個分析師 財經網紅 財經作家 到外資 誰不知道1750億要進來 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嘛 殊不知 想要分一杯羹的人 可能已經超過1750億了 對吧 其實你看這個 法院買賣套都知道 我們看過去四個交易日 來 過去四天 你說確實投信有沒有買 有啊 昨天也很認真的買啊 買了238億耶 問題是你看他怎麼買 外資又怎麼賣嘛 我買25億你到91億 我買57億你到54億 我買86億你到68億 我買238億你到237億 對價再買賣就對了 投信很積極買 外資也很積極賣 那怎麼辦 可是當中我發現幾個很有趣的現象 也就是說呢 我們就看這個00940的前十大成分股就好了 前十大成分股說 外資不一定都有部位 也就是說外資不一定提前都有買 可是為什麼它可以源源不絕的到貨出來 比方說你看喔 來你看一下漢堂對不對 外資前面有沒有買 感覺沒什麼買 為什麼它這邊可以源源不絕的一直到貨 看投信買 投信買投信買 外資就到 難怪漲不上去嘛 對吧 可是它現在沒有布局嘛 它前面沒有買進這些貨哪裡來的 對吧 外資沒有買多少漢堂嘛 哪來這麼多股票可以到 可是各位 我們這邊來做一些小小的設計喔 來 我們把這個選項調整成借券賣出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哪裡來的 這個叫什麼 借券賣出 借券賣出 原來投信一直買 之所以股價上過去就是因為 我有這些借券賣出的力道 跟你去做抗衡 對 借券賣 借券賣嘛 對啊 不然外資哪有那麼多貨 其實你在看 你看神機也是啊 一路在投信買的過程當中 我就借券賣 我就來丟貨 星譜也是一樣 投信一路狂買 借券呢 一路狂丟 都是這個樣子 我知道你1751要進來了 我就算手上沒股票 我借都要借來賣 我借都要借來賣 可是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聽好囉 這反而是一件好事 這反而是一件好事 欸不對啊 外資盜貨和那些成分股都漲不動 你還說是好事 各位你去思考一件事情 這一次ETF的募集金額是空前的高 吃豆腐的資金也是空前的高 市場的關注程度也是空前的高 對吧 其實從上個禮拜開始就有很多的分析師 有這個財經節目 開始去講什麼陰謀論啊 什麼外資跟投信對敲什麼的啦 我認為這個沒有證據啦 沒有證據的東西我們不要亂講 可是因為現在全市場已經在高度關注這件事情 包括主管機關 全市場都在高度關注這件事情 包括主管機關 那如果破發呢 破發就是如果說一掛牌就跌破發行價 會不會很敏感 會不會很敏感 站在元大投信的角度 如果說我要去自清 自我澄清的話 我要表示嘛 我真的有照顧到這些 你相信元大投信 你認購ETF這些投資人的權益嘛 對不對 我有照顧你們啊 那他會怎麼做 他會怎麼做 想盡辦法拉高價格 讓00940不要跌破發行價 沒錯吧 那要怎麼做 買進成分股 這不就是一種買盤的力量嗎 這不就是一種買盤的力量嗎 好這是第一種喔 先記住這是第一種喔 再來 還有一個買盤的力量 剛剛我們是說 外資也好 市場上這些大戶也好 主力也好 都借券來賣 對吧 我有先布局 現在現股賣掉也好 或者說呢 我知道你錢要進來 我先借券賣掉 我去吃你這種反向的豆腐也好 反向也是豆腐啊 也有價差啊 不是嗎 好那我借券借了這麼多 我借券賣出了這麼多 請問你 借券要不要還 借券要不要還 我先借券賣出嘛 這等於是放空的動作嘛 啊現在要不要還 怎麼還 不就是買來還嗎 不就是買來還嗎 懂了沒有 我認為00940的成分股 它的買盤 在下個禮拜掛牌之後才會出現 因為它有兩股多方的這個買盤力道 會在下週掛牌之後合而為一 下週才會正式啟動 所以大家都認為說 我要跟00940 say goodbye 我反而認為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叫什麼 是一個goodbye沒有錯 可是呢它叫這個good g-o-o-d goodbye 好不好 不是say goodbye那goodbye 是goodbye 好的買點 好不好 好買點這什麼破英文對不對 更何況 如果說你有持續追蹤我的節目的話 我的買點本來就真的是超級漂亮嘛 我真的當初就是goodbye嘛 我買的是最低點欸 我買的是最低點欸 不是嗎 禮拜二 來3月26號禮拜二 LINE盤中發文 來LINE要不要加盤中很多資訊啦 好不好 特別是這種關鍵的時刻啦 跌破兩萬點的時候啦 我已經看過了我跟你講 當時間全市場只有我敢說要買股票 當時台股跌破兩萬點的時候 只有我敢說要買股票 我的買點是這個禮拜台股的最低點 仔機砍砍 不是嗎 我在這一點啊 這一點啊 這根下營線這邊 我說要買股票的啦 相關成分股呢 來 瑞宜我買在這一天 不是嗎 欣甫我買在這一天 我買這個點 不是嗎 來 沒關係你自己去觀察 你自己去觀察 3月26號禮拜二 上午11點53分 11點多了這個時候 你自己去對照價格就好了 幾乎每一檔00940成分股都在最低點 都在最低點 繼續對照 繼續對照 我就不講了 它包含什麼 漢堂 你看 多漂亮 最低點 我成本都在這種地方啊 我也沒什麼好擔心的啊 我一直強調 進場點已經決定90%的成敗 買點對了就好了嘛 那到昨天 我們不是一度還賺了多少錢 對 到昨天啊 瑞宜就13塊價差 新浦31塊價差 漢堂53塊價差 到昨天我們一度賺了快100塊 短短兩天賺1塊100塊價差 那依照我的分析推理 我認為下個禮拜 這些成分股們 它是有機會的 它是有機會的 我告訴你 今天我們再加碼兩檔股票 同樣是成分股 是誰 不要說我沒說 第一檔 5483的中美金 我們今天加碼這檔股票 有沒有看到下影線拉起來 現板現賺 第二檔呢 2454的聯發科 紅K 今天是少數成分股裡面 大漲三個百分點的股票 不用說了 這種漲勢 這種漲勢 一定是現板現賺 我有跟你講過了 我也跟你講過了 好不好 兩檔股票 我們的瑞宜 心浦 漢唐 通通都還在 甚至今天我們還加碼兩檔 中美金 以及聯發科 好不好 我期待 好不好 記不記得 我期待這首歌 一開始怎麼唱 張宇生我們永遠懷念他 我期待怎麼唱 我期待 有一天我會回來 回到我最初的愛 回到上漲的身材 休息一下 來 直接進字卡 把手機對著 輕輕把你也對著 這只是你借我的 下支是我答應你的 聽到這首歌就知道 今天我們要來講什麼股票了 今天最強的折疊機概念股 當然 你說更強的是照例 因為今天亮燈漲停板 可是我的新日星也不錯 盤重點大漲超過6個百分點 收盤漲3%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呢 來 禮拜三 3月27號的時候 好 當時的新日星 連續大跌兩天 跌停之後再跌8% 新日星連續暴跌兩天之際 除了我折疊之王 誰敢提到他 這是一種Gut 是吧 這是一種膽識 分析師一定要有Gut 你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 有Gut才代表有實力 真的真的 有Gut才代表有實力 你思考一件事情 禮拜三 新日星長這醜樣 對不對 連續大跌兩天 我跟你講 這一天照樣敢看好這檔股票的人 照樣告訴你要加滿的人 是不是就代表有實力 對吧 那如果一個分析師 禮拜一看到新日星大漲 他就說 他多看好新日星 講得好開心 可是大跌兩天 這兩天 他絕口不提這檔股票 最好他就希望你從來不要記得 他曾經講過新日星 可是忽然之間到了今天 又漲了6%了 他又有新日星了 請問你 這樣的節目有意義嗎 這樣的分析師值得你追蹤嗎 漲的時候才敢趁熱度的分析師 你還會認為這個叫實力嗎 你都比他厲害了好不好 請你去回顧一下 禮拜三 3月27號這一天 我的節目是怎麼說的 當天我怎麼說 我說我要給你摺疊產業的獨家 獨家喔 不得不說 摺疊機產業這個商機 產業商機真的太大了 因為一天到晚都是假消息 一天到晚都是假消息 對不對 去年底有人放話 華為要砍單四成 最後證明呢 假的 2月又說蘋果要放棄 那個摺疊機的研發 後來又證實假的 可是 親愛的朋友 我做給你看 我做給你看 我們專靠利空賺錢 我們就是專靠利空賺錢 去年底今年初 對當時精傳華為砍單四成 當時來各位 這是年初的時候 1月2號 富士達的股價跌到378塊 看看看看看看看 我怎麼告訴你 我說呢 假利空嘛 我們買誰 我們買富士達 勇敢買進 對吧 當時來對照價格 富士達378元 現在富士達多少錢 793 最高還來到938 你沒看錯 當時才378 300多塊 變成900多塊 現在就算稍微回檔一陣子 也都還有將近800塊 富士達最高的時候 我們賺多少 到3月19號嘛 對不對 當時富士達創立時新高的時候 我們的獲利 一度來到160% 160% 不是60% 160% 16支場停板 這張股票到現在我還在續爆 富士達我還在續爆 我在等什麼 我在等它再創新高 我等它再創新高 接著呢 我們來看2月份 耳約 對不對 記不記得2月19號 蘋果折疊手機 船落空 股價 錯 來 我當天是不是跟你講 請你注意這個字 船啊 船啊 船落空 當天我跟你說嘛 講這個蘋果折疊手機 這衝著誰來的 衝著心日新來的嘛 衝著心日新來的嘛 其實每次只要出現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的SOP都很簡單 SOP也很簡單 怎麼樣 第一個 先求證 先求證 像華為 當時我第一時間就告訴你 這個是假消息 我去求證了 根本沒有砍單的情況 而且砍單 你說是不是對手造謠什麼的 富士達造謠 造立造謠富士達 可是沒有啊 產業的來源是什麼 終端的需求下降 第一個你從研調機構 你可以看出終端需求沒有下降啊 再來你從華為對岸去做求證 你根本沒這回事啊 對吧 所以第一時間就告訴你 這是假消息 根本沒有砍單的情況 蘋果咧 二月份 蘋果這個折疊手機真的落空了嗎 拍謝 這個我也問得到 蘋果我也問得到 外資出身分譯師 不是開玩笑的 好嗎 外資出身 我們還是有一些人脈在的 確實 折疊手機有沒有落空 這本來就不叫做新聞 因為他們本來就還沒有打算 要這麼超前到 折疊iPhone那邊去嘛 折疊iPad先來再說嘛 蘋果很簡單 它是循序漸進的 折疊iPad先來 先看看市場反應 做得出來 反想好 再說嘛 這哪是什麼假消息 我說這不是 這不叫利空啊 這只是叫你的期望落空而已啊 這不是假消息 這不是利空啊 所以這是假消息啊 這也叫做假消息 就是刻意的用一種 話術好不好 話術 讓你覺得說這是一個利空 所以利空買股票 對吧 當天你看一下2月19號的新日星 跌的有多慘 要多慘有多慘 就這兩隻啊有沒有 碰碰 從這邊160塊 對180先殺到160 然後呢 利空買股票 馬上160漲到236 漲到236 最多賺多少 到3月7號 創新高那一天 對不對 新日星沒有極限再創新高 利空加碼 簡直太狂 這是我們3月初 你都看得到的訊息喔 利空加碼 簡直太狂 基本單賺68% 加碼單獲利47% 合計110% 合計110% 所以我就講了 折疊之王舍我欺誰 真的舍我欺誰 好不好 全市場除了我 沒有人可以再照例 新日星 富士達三檔股票 通通賺翻倍的 折疊之王舍我欺誰 有誰比我更厲害 市場傳言 我一個一個幫你做驗證 好 講到這一次 禮拜二 對不對 我們的標題是什麼 信賴之旅 標股之旅 折疊基 重電概念股 陣亡了嗎 來 禮拜二 又有一個市場傳言 讓新日星 砰砰 連續兩根大跌 這個市場傳言 我問都不用問 當天我就可以告訴你 這個叫做假消息 不用問啊 對不對 當天市場傳言是什麼 新日星跟蘋果的設計侵權 天啊 親愛的 你怎麼會說新日星跟蘋果的設計侵權呢 你會這樣放假消息的 表示放消息的人根本不專業 根本不專業 他以為庫克是笨蛋嘛 對吧 蘋果的商品是賣全世界 如果他這麼容易侵權 他早就破產了好嗎 蘋果的商品賣多少 全世界賣多少 他如果這麼容易就侵權 他老早就破產了 蘋果他是有專門的 智慧財產權團隊 在做把關的 他在設計之前會進行全球檢視 確保沒有侵權問題 對吧 他要確保沒有侵權問題 不然產品上市被告死怎麼辦 所以這個放消息的人根本 好不好 根本有問題 好嗎 那我的想法很簡單 越是出現假消息 越表示有人想要壓低吃貨 跟前兩次一模一樣 再複習一次 第一次 來這個位置 有人放假消息 壓低吃貨 一吃 300多塊 漲到900多塊 第二次 哎呀 蘋果又不準備要研發折疊機了 對不對 壓低 砰砰 兩根殺下來 壓低吃貨 160又漲到236 這是第三次 砰砰壓下來 天啊 清權啊 新日新蘋果清權啊 越是假消息 越表示有人想要壓低吃貨 這邊我可以跟你講 你可以期待股價後續的表現 好不好 折疊機仍然有期待空間 再來我們看一下低位階低本益比的概念股 微訊 今天 大漲了 好準 昨天一點名 馬上噴出 對吧 我是說七字頭拼命買就對了 賺七塊錢的公司 七字頭用力買 六字頭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玉泰 是不是也是昨天點名 我還怕它跌破趨勢線 你慌了怕了 我還提醒你 不用擔心 這張股票 這個位階 OK的 昨天特別點名 今天是不是也大漲 今天是不是也大漲 你看 那你也不要說什麼 用這個疫期來 那你的疫期怎麼辦 今天跌5% 不需要啦 你有沒有看到 它是先創新高 創128.5的新高 之後才拉回 而且這張股票 我是說 賺10塊錢 9字頭用力買 8字頭拼命買 對吧 你有聽話照做 你買在8字頭 9字頭的 不好意思 你到今天你可以賺40% 你可以賺40% 就算跌又怎麼樣 跌完還有116 沒什麼好噹的 你有時間來噹我 你為什麼不昨天買偉訊 昨天買玉泰 昨天買亞翔 接著你就被分屍技術啦 對吧 亞翔來啦 有夠強世界強 持續改寫歷史新高 這個叫公開送分題給你 公開送分題給你 上個禮拜三 我們要領先布局 00940成分股 亞翔保 亞翔保 我喉嚨快壞掉了 你有沒有答應一回事 你有沒有答應一回事 來 隔天馬上驗證嘛 3月21號對不對 昨天加碼買進亞翔 馬上大漲超過半根漲停嘛 標題簡訊是最好的佐證嘛 有沒有領先全市場 投信玩我一天才買進去 不是嗎 然後咧 加碼 禮拜二加碼有沒有提醒你 禮拜二加碼亞翔有沒有提醒你 你有沒有當一回事嘛 所以我們在講 宇宙之間有一個叫做吸引力法則 正面的人把握機會 結果就是正面的 像我們一樣 多正面 今天1點10分 黃赫亞翔又噴出 又創歷史新高 我們領先投信 上週三買進 本週二再加碼 光是這兩筆單 獲利就逼近60% 60% 負面的人呢 自己沒賺錢就算了 看到別人賺錢你還不爽 不要這個樣子 好不好 不要這個樣子 亞翔又噴出了 看到最後一句話 我們還要繼續賺下去 這是我們四月的主軸 好嗎 這邊我可以先預告 接下來還會有非常多的獲利機會 你記得我說過00940 建長之後市場資金會去哪 第一個 主力大戶最熟悉的股票 我點名兩大產業嘛 IP跟記憶體嘛 你看一下 群田繼續創新高了 四星間谷底翻哦 安國也是哦 打底上來囉 M31間漲停板哦 有沒有一點感覺了 我再補充一個資訊給你 現在呢 有一個這個台商 5年啊 綁5年的這個300億的資金 2019年回歸台灣 300億的資金 在今年8月會到期 這個很有可能會是股市的活水 另外受險 今年度也會有兩兆的資金 兩兆的資金 這些都有機會投入到股市 他不打算續約 不打算再買什麼其他商品 不打算再買受險 這些都是未來台股的活水 我現在都已經聞到錢的味道了 我現在跟你講 下個禮拜 我還要繼續買股票 因為第二季的商機太多了 你要不要跟 好不好 那一樣 有任何問題我都歡迎你 你可以加入我的Line at win16888 小小鼠 WN16888 任何問題都可以做線上訊 或者廣告時間也有 080年的專線 我們下週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